说起杨子大家都认识,童星的他小雪的身份也是让大家记忆犹新,杨子在暑假当中可以说是一匹黑马,主演的几部剧都是有不错的评价,最近上映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也是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。 最近杨子在网络上的回复也是让各路网友再一次称赞他的古灵精怪,虽然说在八月的时候分手的他感情上是失利了,但是事业上一直稳稳向上发展,收获了无数的忠实粉丝,从评论中看的出现赞的他心情还不错,不愧是我们活泼的小猴子,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幽默才受到了很多的人关注, 并在喜欢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啊,在剧中杨子饰演的锦衣是《风华的花神之女》,容貌必定是很惊艳,今年的有些网友吐槽颜值不够,演技来凑,但是现在看来杨子饰演的锦衣也是让我们惊艳到了的啊,众所周知的,很多演员都会偶像包袱,尤其是女明星大多不敢对着镜头半丑, 可是92年的杨子却是令人刮目相看,他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,活该他现在是越来越火,看了杨子的神回复,让小编更加喜欢这股灵精怪,并且亲近粉丝的小猴子了,不得不感慨血润过眼神,是网上冲浪的人,这么贴近粉丝的生活, 小猴子你不怕把粉丝们都笑死了吗?从前羞于告白,现在害怕没人点赞,喜欢小编就关注一下吧!